請貴第一個切到Lookup裡面,比如說我今天要查什麼,查那個005,請你把005其他資料幫我帶過來 當然這個同樣的邏輯,你可以用好幾個函數,Virule函數,Index函數,Offset跟Indirect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首先第一個,我們假設用Lookup來做,插入函數裡面的話,你可以找到那個減水參考Lookup 這邊的話,你往下找,你可以看,Index,Interrector,Lookup,按確定 用預設的這個,它會有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要找什麼,Lookup Value 那你又告訴他說,我要查那個005,好,那他問你第二個問題說,那你要在哪邊去幫你找那個005的範圍 所以有個Lookup Vector,那你就把編號這個範圍告訴他 那記得,不要包含欄位名稱,那他會一個一個幫你找,找到的話,把位置記下來 那第三個問題說,那你要在相對應的位置,要把什麼東西找,幫你return 因為函數是有返環值的,那幫你返環到儲存格呢,那你幫我找一下,幫我返環同樣位置裡面的姓名 所以把姓名的範圍幫他撈一下,按確定之後的話,那你會發現劉宏君就出來了,所以你把它置中一下 那其他的這個資料,當然你可以怎麼樣,可以直接把公式複製一下,取消,然後一樣貼一下 那這個範圍的話呢,差別只有在什麼了,在那個後面這個,本來是姓名,你把它改總銷量,打購一下,然後再往下一個 不過其實你會發現,這樣貼雖然也是還OK,但是如果你的欄位數多的話,你可能想說,這樣還是很麻煩 有沒有什麼比較快一點的方法,可不可以幫我一次就全部怎麼樣,把這個範圍全部做完 不過如果說你要一次做完,可能你要去了解一下,這個底下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變更的 當然你會發現,B改成C,有兩個B,其他是C,D,E,那你變成說你要去變更那個什麼,藍位的名稱 不過這個藍位名稱變更,比較麻煩,為什麼,因為我前面講過就是說,你變成要什麼,去改變他藍的那個名稱 可能會牽涉到什麼,牽涉到那個,用那個抓藍的那個字串,而且你串到這個位置呢,他基本上不太容易變更 所以,乾脆你換一個函數可能會比較簡單,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呢,一樣的動作,請你切到V多函數,稍微可能會簡單一些些,那怎麼一樣 不過在做V多函數的時候呢,稍微注意一下V多函數,他會跟你要四個資料 那其中的話呢,有一個資料是table array,我們來看一下,你要找什麼,一樣lookup,找005 第二個問題是,請問一下你的table array table的話呢,實際上,就類似那個資料庫裡面那個資料表,table嘛,資料表 他會問你說,那你那個資料表在哪裡,那我的資料表在這裡,那我一般選取的時候,不要去選到欄位名稱 主要原因是因為,你要查的資料不會在欄位名稱上面 不過我看,蠻多書裡面都把欄位名稱選進去,當然也不會錯,只是選的欄位名稱沒有意義 因為你根本不是要查欄位名稱 OK,那再來的話呢,第三個問題是,column index number column,記得前面是col,是column的縮寫 意思就是欄,index number是第幾欄 有沒有,第幾欄 他問題說,你查完之後,特別注意喔,VLUKABANSU,他有個特性 他查一定會查第一欄,他不會查第二欄,或以後的欄 反正比對他只會比第一欄,所以之前有同學說,老師 為什麼我要查別欄,為什麼VLUKABAN不行? 沒辦法,因為他只會查第一欄 那所以呢,因為剛好你的編號也在第一欄,所以沒問題 可是如果編號不在第一欄,那你要把編號放在第一欄,才能使用VLUKABAN 這是基本的原則,因為太多同學問同樣的問題,為什麼不能查其他欄 因為VLUKABAN本來就不行,所以你要不呢,你就換別的函數吧 我的習慣是用那個像index,後面會講 或者是用什麼index,這還蠻常用的 所以特別是,VLUKABAN就很多地方不能用,好像很多人就只會用VLUKABAN 其他的都不熟悉,那不行啦,那如果你用其他地方那就出問題了 接下來你要查什麼,查column index,第幾欄,我要查姓名 這個對照表裡面,這個table資料表裡面,那姓名在1,2,所以你就輸入2 比對方式的話呢,特別注意,如果我輸入0的話,表示說呢,我要查一模一樣的東西 如果沒有一模一樣的東西的話,它就會出現錯誤 可是如果你輸入1的話,它會幫你找接近的 這兩者有什麼差別,我先輸入0看看好了 按確定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我把它先查出來 然後呢,如果我今天要找的是005,是有 可是如果我輸入009,按enter 它會出現什麼? 緊開頭,na,表示 not available,找不到 可是如果我輸入1的話,怎麼樣 剛剛那個啊,它會跟你講說,如果1其實就是true true的話呢,就是大約符合,就是找接近的 你會發現喔,如果打勾,你會發現 009,它居然找到了 可是有009嗎?沒有 它會把008給帶過來 這樣對嗎?這樣好像似乎不太對 所以有的時候你要注意喔,如果是你要很精確的 你就找那個人啦,找不到就算了 不要找一個那個濫於衝衝的過來 那這樣子,你當然這樣的資料可能就有問題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喔 為什麼是0,為什麼是1 可能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你也可以打true,true就是1,false就0 不過習慣我就直接打0,0的話就false 後面有顯示 好,那把它怎麼樣?再改回來好了 那再來就是說呢 如果我希望呢,下面的三個欄位也可以很快地完成 其實你會發現,什麼方法可以快速地完成呢? 當然前面是這樣,複斯公式在貼上 那不過改哪一欄呢? 本來是第二欄嘛 那這邊第二欄把它改第三欄 打多,其實就ok了 等號忘了 等號,ok 那第三欄,再來第四欄 再來第五欄 其實,前面好像有用過類似的 像large,有沒有,向下填滿 不是1,2,3,4,5 那這邊我們會需要什麼? 2,3,4,5 那你只要怎麼樣?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向下填滿 它就全部做完的話 這個時候呢,你可以利用前面講過的那個參照 有沒有,到什麼? 用列來放在那個位置 向下填滿 它就全部做完了 這個還蠻好用的 那問題是你現在 如果假設你希望是2,3,4,5 那如果你用rho來做的話 你可以在旁邊練習看看 插入那個解釋與參照 rho 它會參照到你現在是第四列 所以你把它減掉多少呢? 減掉2 減掉2 減掉2,然後向下填滿 2,3,4,5 剛剛好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rho-2的公式 再複製到哪裡呢? 這個V路函數裡面的這個 位置 或者你剛才在 游標放V路函數 插入函數也可以 把公式貼到2的位置 貼上 rho 或者自己打上去也OK 習慣上 反正這個東西熟了之後 其實很方便 按確定 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當你這個地方向下填滿 有些地方要鎖起來 哪些呢? H2要鎖 所以F4 兩下 鎖那個列就可以了 那這個範圍一樣 F4 按兩下 就OK了 打勾向下填滿 其實它列因為鎖了 所以你會發現 一次 全部的資料就帶過來 那當然這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的欄數多的話 咻一下 全部通通完成 做一次就搞定 OK 那當然最後還有一個部分 如果你將來要查詢的話 希望有個下拉清單更方便 那這個下拉清單要怎麼做 這裡順便搶一下 如果這邊最好是 因為你現在打這個00幾的話 001它會變 可是如果希望呢 最好這邊 有一個下拉清單 當我下拉的時候呢 它會出現001到008 然後呢 當我選其中一個 它自動幫我帶出其他資料 當然現在是縱向 其實很多同學問說 如果我今天 輸入什麼資料 自動帶出其他資料 答案就在這裡 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V2凡數碼去帶資料就好 可是現在是縱向 你當然可以把它改橫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呢 如何讓它變成下拉清單 那這個下拉清單 一 你要去 我的習慣 我會先把下拉清單 變成一個名稱 OK 那名稱 因為它上面頂端列呢 是它的名稱 所以呢 我會先把它的頂端列選起來 以下的資料也選起來 利用公式裡面 從選取範圍建立 頂端列 意思就是它名稱在它的頂端列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按個確定 在名稱管裡面看一下 有沒有一個編號 對應的範圍對不對 沒錯 編號對應到001到008 按個關閉 第二個動作呢 請你到 郵標放這個 查詢編號這邊 這道 資料裡面有一個叫 資料驗證的 OK 特別之外 這個還蠻重要 因為我發現 其實下拉清單這個功能很重要 可是好像有一些 有些同學 真的還是不熟 不會做下拉清單 其實很簡單 一 先定義一個範圍 名稱 二的話呢 把 資料裡面的資料 驗證點下去 請你把 這個地方變成什麼 本來任意值 改成清單 然後 它問你說 那來源在哪裡 F3 給它一個編號 按個確定 它就會怎麼樣 自動幫你把 編號裡面的資料 變成一個清單 放在這個下拉清單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 郵標放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點下去 001到008出現了 當然如果說你點一下 你會發現下面的資料也會跟著改變 自動帶出資料 OK 也就是上面下拉清單 下面自動改變 不過 這個地方有個功能 不完整的地方 如果按delice會怎麼樣 裡面的話 就變成na了 所以理論上 假如上面清空 下面也要清空才對 你不要說清空之後呢 出現這個錯誤 使用者會覺得怪怪的 你這邊又漏掉什麼 當然很簡單 如果說上面清空 那記得 你可以在v2凡數再加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 把它剪下來 放在那個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很簡單 如果 上面的儲存格裡面是空的 那我的儲存格也是空的 那邏輯判斷 我把它剪下來 插入一個邏輯 在那個邏輯凡數裡面 if 這個編號的儲存格 就h3 如果等於空的 我的習慣是怎樣 等於空的 那 我也是空的 反之呢 就幫我把 剛剛的公司貼上 這樣就ok了 其實齁 一般的書裡面是叫那個isblank 不過我覺得isblank 還要打一堆 而且isblank我之前發生過錯誤 明明那個儲存格裡面是空的 它居然判斷有資料 它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它再按一下delete 就 判斷是空的 反而用這個方法來判斷 比較沒問題 而且這個方法還比較好記 有沒有 你用直覺的 ok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有沒有 來試一下 如果這邊有資料 它就只有這樣 如果delete的掉 空了 這樣感覺還不錯 那以後如果說 你可以把它 現在是中的嘛 你可以把它擺橫的 然後呢 以後呢 一整欄 全部都有下拉清單 你可以整欄選取 然後整欄都做什麼 做那個 裡面的資料驗證 取消一下 如果你要整欄都做資料驗證 你可以整欄選取 然後呢 做什麼的 資料驗證 一樣呢 整欄都是清單 全部都是F3裡面的編號 那你要確定說 這一整欄有沒有 你以後不要放的位置 它全部都會幫你做什麼 下拉清單的 一整欄 那當然你可以吧 點了之後呢 旁邊自動帶出資料欄 這樣你輸入就更方便了 而且比較不容易出錯啦 因為有時候我發現 其實反而要幫人家收尾的 這件事情 反而更麻煩 因為有些使用者亂輸入 他也不知道輸入什麼 反正什麼錯誤都有可能發生 那當然你要 讓人家輸入之前 恐怕要考慮的點還蠻多的 那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剛剛講的1 V卵數 第二的話呢 我們如果希望讓它向下 自動做一個公式 就全部自動填滿的話 那你可以用Rode-2 OK 再來的話呢 利用那個下拉清單 下拉清單1 先建立一個名稱 選的話請你把編號選進去 利用公式裡面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按確定 再到儲存格上面用資料 裡面的資料 驗證 清單裡面的編號按確定 然後呢 最後記得呢 再把那個V-2函數外面 包一個用邏輯 如果上面是空的 那也把我自己裡面的資料 也清空吧 OK 類似像這樣 請各位試試看